大家好,我今天汇报的内容是面向不确定性的医疗资源差异问题建模与分析 主要内容分为问题的描述、模型的建模、验证以及处理几个部分 第一部分,问题描述 主要是针对于患者去医院看病为研究背景 然后医生对患者的这个症状做出的诊断的差异为主要研究内容 他们之间的差异主要分为医生的认知画像与医生自己的认知画像不同导致的一个差异 患者期待医生对患者病症的认知图谱与医生自己对患者病症的认知图谱不同导致的差异 这两个部分的差异主要是通过两个案例来进行分析的 一个案例是患者去两名医生处就诊 第二个案例是两名患者去医生处同一个医生处就诊产生的这个差异 这个问题的原因主要是来源于主观表述不同或者是主观表述相同导致的这个诊断的差异 主观表述不同比如说小王小李小张这三个患者 它的主观认述就是主观的一个表述不一样导致医生诊断不同 第二个是就是表述相同的时候医生A和医生B做出的诊断不同 是医生之间的一个差异 那么我们将这个问题呢是对应到这个不确定性的一个问题上 集资源的DIKWP资源不一致不完整不精确 应当要如何处理 这里举了一个一名患者去两名医生处就诊的一个例子 那么这个红色的这个箭头表示是这个患者和医生A之间的一个差异 它包括患者对于对于医生认知画像 与医生自己的认知画像不同的差异 患者期待医生对患者症状的认知图谱 与医生自己对于患者病症的这个认知图谱不同的一个差异 那么这个橘黄色的这个虚线框是来源于患者自己的一个认知空间 其中包括患者自己的一个认知图谱 以及他对于病症的一个认知图谱 以及他想要期待这个医生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医生自己的 对于医生的一个判断的认知图谱 以及医生对于自己病症的一个认知图谱 这四个部分组成的患者的一个认知空间 然后这一部分的认知空间就形成了患者对于自己病症的一个主观的一个表述内容 就是文本内容 然后对于这个内容 医生A和医生B就是会做出不一样的一个判断 第二块第二部分就是模型的一个建模 我是从这个数据信息知识智慧意图的五个部分来进行建模的 那么数据部分就是分为概念型集合型范围型 信息部分就是偏袭关系 时序关系以及不合关系 知识部分是通过形式化的一个关联 关联结构化统计和推理得到的 那知识之间是包含着传 包含和传立关系 然后意图部分是 是考虑到意图之间的数据点是否存在关联性 一致性偏袭性以及冲突性 那么不确定性的一个资源差异的分类和处理 这里的不确定性的一个分类主要是从内容上的一个差异 结构上的一个差异 然后模态上的一个差异来开展这三个部分的差异来进行解决的 那么一个DIKWP的体系当中的节点可能会对应着另外一个DIKWP体系中多个节点 局部结构或者是跨DIKWP的一个节点群的这样一个结构 第一部分我们是从这个主观表述不同的差异处理开展的 我们是以这个建筑队的形式去存放前提条件和结论部分 通过内容映射去到这个DIKWP当中去一一进行比对 对不确定性问题最少的一个文本先进行一个推理 得到一个客观结果 我们将这个结果存入到资源库当中 那每一次医生去做诊断之前呢 如果遇到一些就是没办法处理的一些文本的话 我们可以去这个新资源库进行一个搜索 去找到满足符合自己意图的一个结果 这里我就给出了就是一个具体的操作流程 就是小王小李小张都会有一个前提 有一个前提 就是有个前提然后有一个结论 那么我们需要求得小张的一个结论部分 那么在这里我们先将这个文本内容进行形式化映射 然后引入常规之可以得到已知条件 然后引入常识性规则 然后再引入这个持绘规则 最后得到一个自责和羞愧的一个比较 就是自责是小于等于羞愧的 因为在这一部分的话 自责和羞愧是没有办法进行比较的 那么我们通过这种推理方式 可以得到这一部分是我们的第一部分的结果 我们将这一部分结果是放到我们的那个 就是库当中进行存储 那么最后我们想要得到小张的这样结果 我们进行进一步的推导 可以知道小张的这个就是问号这部分的一个结果 就是小张的是有抑郁症的 然后程度是小于等于重度抑郁 第二部分的处理 就是主观表述相同的一个差异处理 我们对一段文本 就是患者主观表述出来的这一段文本进行判断 这一段文本就是说 假设就是患者表述的是相同的内容 我们首先先将它映射到我们的原始图谱当中 然后进行DIKWP的映射 这一部分内容就是内容图谱 那么医生A和医生B会针对这个文本表述的内容 进行自己的判断 形成他们的认知图谱 其中包括数据图谱 认知数据 认知信息 认知知智 以及认知意图图谱 针对他们两个之间 医生A和医生B之间的一个认知差异 那么我们要提出一个融合解决的办法 那在这里我们是从同模态和旷模态 两种角度对诊断差异 导致的这个不确定性问题 进行一个融合转换的一个构建 情景构建 也就是我们的图谱补权 通过结合意图来进行推导 那这里的话我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当这个数据 这个10%和意图不正常 结合到一起 可以推断出来一条信息 就是10%这个数据上是不正常的 但是并不知道它是什么样的一个不正常 那么如果说我们跟多巴胺 执行一个链接的话 那么就可以知道 10%这个指标是针对于多巴胺 就是不正常的这样一种评价 这是从数据到信息的一个旷目态的一种表示 就是其中的一种 什么那么好的 谢谢